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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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兰 你不用再继续隐瞒我了 你的这场修行 我已经和他彻都彻尾调查清楚了 如果你还不愿意接受我的道歉 那我只能一点一点深刻反省 向你展示我的决心 可是小姐 首先是你的重新修行 你为了能够深入了解上司的心理 专程求助了卡布特教授 请求他与你模拟对话 证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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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粉丝回馈手卡 上面的字迹果然就是你的吧 阿兰 我 不必为自己编辑 虽然这张手卡上面的署名是卡布特教授 但是你的笔记习惯是无法抹消的 尤其是这个弯钩 跟你小时候的手写日记一模一样 这 这确实是我替卡布特教授代笔完成的 你作为防卫科队长 本就和卡布特教授的工作领域交集甚少 可是为何突然替卡布特教授手写粉丝回馈卡呢 真相还不急着现在揭穿 这份证据有点太拐弯我脚了 还有没有更直观的 这份限定写真就是证据 这份写真是由卡布特粉丝后援会长远拍摄 拍摄时间不超过24小时 也就是说 你在今天之内曾经找过卡布特教授 而这个时间恰好符合你失联的时间记录 我 这个只是 不必急着为自己辩护 因为真相的记录不是现在 这份证据有点太管我摸脚了 还有没有更直观的 这是最关键的证据 这份录音稿中 记录了你向卡布特求助的内容 声明清楚记载着 强势上司超过分内的工作等 虽然卡布特教授不太了解我的语言习惯 模仿出来的状态和我略有差异 但是 这些具体的表达内容证明了关键 我 又是你的压力来源 小姐 我确实是去找过卡布特教授 也确实向他请教你一些事情 但是 这都不是针对小姐的 我从来没有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感受到压力 阿兰 事到如今 你竟然还是不愿意接受我的道歉 为了让你的侥幸心里破灭 我只能再次拿出关键证据了 我们不仅知道了你重新修行的核心 还调查到你曾伟托了丹衡 想要完成从敬的修行 阿兰 我真的感觉很抱歉 在和丹衡交流之前 我都不知道你竟然背负着这么巨大的压力 独自负重前行 小姐 我真的没有 不必多说 我自有证据 这就是关键证据 这 不是一张普通的空间战通行证 在它上面 贴着一张很关键的照片 那就是 佩佩的大偷天 小姐 我很喜欢佩佩 所以才 不不不阿兰 你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找虚假的借口 当然 也不排除你已经彻底说服了自己 将自己都彻底欺骗 集合之前你和卡布特模拟的内容 还有你工作中报中提到的 和佩佩一起玩电子飞盘投影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我委托你陪佩一起玩 就是你最大的压力来源 你甚至将他的照片打印下来 时时刻刻警醒自己 不让自己松懈 每次见到这张通行证 你肯定都在告诉自己 阿兰 你必须拿起十二分的精神 去和佩佩一起玩 因为这是艾斯达站长的委托 如果在他面前犯了错 他肯定会狠狠惩罚我 折磨我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小姐 小姐 我之所以进行这些挑战 从来都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你给我的任务 无论是不是工作范围内的 我都会去完成它 尤其是和佩佩一起玩 我每次都很开心 艾斯达 我也觉得 阿兰似乎并不是对你有不满 可是阿兰周围只有我一个上司 除了是我 还会是谁呢 他为了能够学习快解压力 甚至都去求助三月七小姐了呀 啊 什么 哦 原来阿兰来找我一起执行任务 是为了体验压力呀 唉 幸好幸好 要是和阿兰一起执行了任务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嘿嘿 好像阴差阳错 做了最正确的决定的 那好那是什么啦 是不是说我很会解决别人的困扰之类的 无论如何 今天必须要让阿兰感受到我反省的决心 并且接受我的道歉才行 可是小姐 不要说了 阿兰 我其实真的能够感受到你的压力 尤其是在我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更加难过 唉 这不是我们的照片吗 我总是给你布置任务 分配委托 但其实我很少亲眼见证 你奔赴战场的样子 不论是这张照片 还是刚才你独自一人 与敌人战斗的样子 我都感觉很抱歉 是我带给了你这么多的压力 让你在本来就很繁重的工作之下 还要替我的个人私事忙碌 阿兰 真的对不起 小姐 虽然我很 很感动 但是 但其实 我是因为黑塔女士 才开启了这段修行 以前 每次黑塔女士回到空间站的时候 都会委托我去做一些 防卫科工作范围之外的工作 我不会 也不敢拒绝她 因为黑塔女士作为上司 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 不是当实验样本 去体验她带来的新样品 就是寻找一些 闻所未闻的古籍 放到以前做这些任务 倒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今 反无之军团入侵刚结束 还有许多余党残留在这里 我想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到清扫上面去 所以你是想提前练习 然后学会拒绝黑塔的委托对吧 是的 我在清扫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本没有名字的手写笔记 里面记录了 化解上级压力的36种方法 还专门有一部分 写的是化解上级压力的修行 没错 笔记里还针对这些修行 做了批注 于是 我就想试试看 抱歉小姐 我不想麻烦更多的人协助我修行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所以 我并没有给你带来那些压力吗 在小姐这里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压力 好了好了 误会解除 你们双方都应该反思反思才对啦 你说是吧 没错没错 你看啊 我们俩之间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啦 你重复这句话好多次了 当衡到底说了什么啊 总之 谢谢你们陪着小姐 一起来找我 如果真的要答谢我们 就让佩佩和我们一起玩一玩电子飞谈吧 啊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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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